所以你們是在捷運上有碰撞 講一下嘛 不要這樣早就講一下嘛 不管怎麼問就是不回答 這名身穿外套 頭髮有些斑白的 就是在捷運上怒嗆 外籍旅客的料性保全 你根本是個不優秀的外國人 這外國人是一個膝蓋的 在那邊騙死騙人 網路上影片瘋傳 加上這名外籍男子向警方報案 經過一個月漫長的調閱 監視器畫面 這才終於將罵人的男子約談到案 10月15號那天晚上7點多 這名外籍男子就和台籍女友 從大安站上車 要搭捷運回到劍坦站 不過就當他們行經 民權犀路站的時候 和這名保全發生了肢體碰撞 進而爆發了口角衝突 他對這個事情 他也本身他自己內心裡面 他也覺得頗不好意思 接到電話 匆匆前來警局製作筆錄 這名30歲的廖姓男子 在外資保全公司擔任保全 沒有犯罪前科紀錄 當天因為不滿外籍男子 碰撞後的態度 才會破口大罵 不過巧的是 他和7月間犯下捷運隨機 商人案的嫌犯郭彥均 是同公司的同事 我們現在在檢查 他現在在工作 所以我們要找他 然後跟他聊天 然後看看如何處理 但當然我們會處理 對公司的規則 保全公司總經理表示 驚訝將會進一步了解 不過廖姓男子身穿保全制服 還在捷運上與人激烈口角 對公司形象大有影響 要是因為一時情緒失控 還丟了工作 這可真的虧大了 記者李嘉明 陳嘉明 台北報導